2020高考录取分数限定了 一省大幅上涨 一省原地踏步 家长急了 今天是2020年高考成绩放榜日 在经历了这非常特殊的学期之后 高考生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不过 在看到今年的高考录取分数限之后 许多考生和家长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昨天深夜 河北省在零点公布高考成绩之前 率先公布了自己的高考录取分数限 今年河北省文理科全部合并批次录取 理科本科批次录取分数限为415分 文科的本科批次录取分数限为465分 与去年相比 河北省理科本科录取分数限 仅然足足上涨了36分 可谓是暴涨 文科的本科录取分数限也上调了4分 不过 同样是使用全国一卷的安徽省 高考录取分数限却要高出不少 对于同一份考卷 人数还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 安徽省的本科录取分数限反而更高 有家长看到之后就急了 与去年相比 无论是本科一批还是本科二批 高考录取分数限都下调